今天的第二场直播风水讲坛 好的 OK我们开始上线了 来 我看一下 这个画面和声音会清楚吗 现在我们开始上课 好像很多天没有做风水讲坛了 都是一直在做live chat 所以我们看一下 我记得是时候大家要再继续学习一下 OK给我check看一下 声音和画面会清楚吗 我看一下 看到画面是挺清楚的 声音你们听到怎么样呢 声音OK吗 声音和画面 OK声音OK 声音没有问题 声音很好 声音很好 画面也挺清楚的 OK非常好 我把电话放在这一下 所以我看得到你们好 我就不戴眼镜了 OK我准备一下东西 好的 看到我们这个PowerPoint这里写着 阳宅风水 所以这个是风水讲坛的时间段 风水讲坛就是教大家关于 风水的一些知识 通过这些PowerPoint presentation 还有我比较认真的讲解 就完全没有跟你们沟通 也没办法做Life Chat这种状况 所以这是属于上课的形式 OK可以吗 你们声音全部都OK 所以要上课要听风水知识的 你们就要准备你们的纸和笔 然后泡一下咖啡泡一下茶 做做好好的听课一下 我知道中午的这个时间段 可能很多人会比较容易打瞌睡 可是我觉得早上我们做了Life Chat 只有现在这个时间有一点时间 然后到了晚上我们又再做一个Life Chat 所以现在我觉得刚刚好了 你们自己打起精神一下 我们一起来上课 今天是我们的风水讲坛的时间段 我觉得凡是我们人住的地方 人都需要有房子 对吗 就是我们住的地方 我们的家 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一个根本来的 所以不管你是住房子 或者是自己买的 或者是别人明智的 只要是你自己生活的那个空间 你住在那个里面 有屋顶有墙壁的 那个空间就一定有风水 所以不管你 你像不相信风水 不管你觉得风水对你 就算你觉得 我不相信风水 风水对我没影响 其实简单的说 不管风水你信不信 它都是无形或有形的 在间接的影响着你的 OK 好 很好 很多人上线了 一切的 OK 今天风水 阳宅风水第二堂课 是吗 好像不止第二 今天的第二场直播了 可是风水里面 这个风水讲坛已经是很多很多场了 你们可以看回之前的很多知识 在里面可以学习 好 OK 那在上一次的课坛里面 风水讲坛里面 阳宅风水 我先比较注重在于阳宅风水 阳宅你们还记得这一个字的意思吗 阳宅就是我们活人住的物质 OK 记得 阴宅呢 有阴阳之分 阴宅就是死人住的物质 所以有两种区别 那在上一次的课坛中呢 我们探讨过了 嗯 为什么 一间物质会跟住在里面的人 会产生相互的一个影响的关系 那我 我也曾经在直播里面 教大家怎样看物质的外面的环境 记得吗 就是左青龙 右白斧 前面朱雀 后面玄武的 这四大环境 四象或四神兽 这个我们叫做软头 那还有就是 之前我好像跟大家讲过 风水里面有煞气 对吗 我讲过好像有三种煞气了 所以接下来呢 今天我们再来观察物质四周围 或者是里面有关系的一些煞气的东西 那做了这么多 那个 live chat 这几天做了live chat 发现到很多人都是有 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煞气的 所以我觉得 我就赶快做这个 讲坛 风水讲坛 来跟大家讲解一下 关于煞气的东西 让你们更加理解 那 今天呢 在这里会跟大家讲 其他的不同的煞气 所以 我们来学风水煞 那你们认真的听 认真的学 然后拿指的笔记录下来 万一这个视频不见掉的话 你们还可以 有一些记录在你自己的手上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在风水学里面 OK 煞气的东西 在风水学里面 煞气有分为两大类型 一种类型是有形 有像的 就是摸得到 看得到的 有形象的 这种属于一眼就能够观察到的一种煞气 比如说我们的软头 就是我们看到的附近的建筑物 附近的电缆 附近的物质的尖角等等 这些就是你看得到 甚至你也可以走过去 你摸得到的 这种是属于形煞 OK 就属于看得到的形煞 那另外一种煞气呢 就是无形无相摸不到 只可以靠感受的无形煞 就是上次我讲过的跟你们讲过的 上一堂讲过的 上一堂的风水讲坛教过的 那是反光煞 还记得吗 光线 水面反射出来比较强烈的关线 就是无形的 因为你摸不到 你弄不到的 它就是一个关线 所以这些是属于无形煞的一种 OK 大家可以这样子理解这个道理 好 接下来呢 我会跟大家讲两种无形煞 这两种风水的煞 无形煞的 第一个呢 就是你们看到这个 有杂音的一种煞气 无形煞 这个叫做生煞 生音的煞气 生音的煞气呢 其实很多物质附近 可能会有 所以你们要自己留意一下 我在这里就跟你们讲解一下 那大家有碰过自己的 邻居在专修物质吗 就是 就像我家 隔壁正在专修 现在是停工的状况 如果他们是在做工的时候呢 你会 当你在家休息的时候 那种专修的 嘲诈的声音 砰砰砰之类 然后转东西的声音 这种声音呢 其实听了会让人烦躁 而且如果你在做东西 的话呢 这种杂生会影响到你 导致你没有专心 不能够专心做自己的事情 所以附近 如果你家附近不是真正隔壁 虽然是比较远 附近有工地正在专修 或者有机场 或者有铁路 或者是高速公路的一些杂音 凡是出现在住宅附近的杂音 这些都是属于声煞的一种 声煞就是声音的煞气 还记得我曾经说过 让人觉得不舒服的感觉呢 其实就是代表着风水上 可能出了一些问题 所以说呢 非常吵闹 或者打扰人 亲近的一些杂生 也是属于一种无形煞 不要小看这些声音 无形煞人是很够力的 在风水学中 我们叫做声音的 杂音的 我们叫声煞 所以你记得这个名字 声煞 所以当然不要小看它的破坏力 如果长期下来 有的声煞对人们造成的干扰 可能比行煞 眼睛看到的那些煞气 更加严重 比如说一些高分贝的杂音 就是比较健身的高分贝的杂音 不但有可能导致别人会失聪 损坏我们的听力 引起神经衰落 后勤症 会导致你头痛耳鸣等等的问题 如果家里有孕妇的话 有人怀孕的话 附近又有声音的杀气 那基本上也有可能会影响到胎儿的发育 所以这些杂音会让人听久了 会导致你脾气变得很暴躁 很不好 或者一些很不爽的声音 会导致人们的精神状况变得很差 会导致你情绪不好 情绪不平衡 影响到我们正常的生活作息 所以这些都是声音杀气对我们的一些破坏力 它就像空气污染一样 它是伤人于无形之中的 让我们的情绪变得不稳定 影响到日常生活 影响家庭的和谐 家人的气氛 所以如果家里有人怀孕的话 更加要注意 如果是附近出现的暂时性的 暂时性 像我家隔壁的 它只是暂时性的在装修 那就还好一点 因为那只是短期间里面 短期间里面遇到的一些问题 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要解决的话 很简单 就是观散窗户 或者直接有时候真的是太吵 你没办法 那你就用耳塞来进行疏解 那就是我们的说法就是 不要停到就没事了 所以尽量就是减缓 但是如果有一些地方是永久性的杂音的话 比如说你看图片 图片这个是高速公路 或者是工业区 如果你住在工业区附近 这样子的话 它的杂音是永久性的 所以在我们选购物质 或我们住的地方 当然我们尽量避开 选择住在这样子 有深煞的地方 因为要化解这些深煞 好难啊 很难出干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只能够建议给你们 就是选用 可能一些隔音比较好的玻璃 或者用高质地的 比较厚的 厚厚的那些窗帘 或者是你的门 或者窗口玻璃 窗口门 显比较厚一点的来隔音 来达到减弱的目的 只是减弱 没办法根除的 OK 那在风水上呢 当然深煞 我们还可以放一些东西来化解 听清楚 只是稍微化解 它不能完全的化解 那毕竟声音还在 OK 那你可以放什么呢 你可以放黑药石 葫芦来化解 其中一种方法 那其实 在一个深煞 声音的煞气它有分内跟外 OK 外在的深煞 就是外深煞 就像是工业区 这些地方的 或者是一些高速公路 OK 物质外面 电梯 山上下下的那些杂音 或者是附近有修车厂 等等的 在外在工作的 那些杂音 那叫外深煞 另外一种内深煞呢 内深煞自然就是指物质里面的一些杂音了 包括了 比如说你物质里面的水龙头 如果你家的水龙头经常漏水 然后发出的滴水声 一直在那里 滴滴滴滴 那种滴水声 或者是你家的地板 有些人的物质是地板的 那地板走入的 走在木板上面的声音 会走入的声音 有人走过他就一直发出一些声音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内深煞 OK 物质里面 如果你有养狗 狗很爱肺很爱肺 一直吵一直吵 那些也是杂音 那个也是深煞的一种物质的深煞 如果家里有小孩 小孩一直哭一直生病 那个也是属于杀气 也是属于声音的杀气 因为这些声音会导致我们烦躁 我们不开心 会让我们的情绪变化 然后干扰到我们 这就是一种无形 这是无形的杀气 杀人在无形之中的 那个杀起来的 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可能有些人会忽略掉的 那个就是 时钟的声音 时钟你不要小看了 如果你家里有挂时钟 刚好又挂在房间里面 或者是睡觉的地方 你挂时钟的话 或放一个闹钟的话 如果那个时钟不是静音 不是灭音的 它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 这样子的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我告诉你 这个就是声煞了 这就是内声煞 在你环境中的 所以有时候你要静下来 在物质里面的时候 你要静下来 好好的留心观察 仔细的听 你物质里面 有没有让人不舒服的杂音 OK 这些呢 我们可以自己去解决的 外在的呢 那我们就解决不到 明白吗 所以声煞 煞气的东西都是影响到 干扰到我们的情绪 那久了自然就会脾气不好 家人的关系等等 然后自然就会影响到运气 所以不要小看声音的煞气 声音的煞气 外面的我们用其他方式化解 刚才我讲的用厚的玻璃 厚的窗帘等等去化解 胆着一点减少 所以进到物质里面 尽量少听到这些杂音 但是如果是内在的时钟的声音 甚至有时候我会觉得风扇的声音 也是很够虑的 有些风扇可能太旧了 所以它在旋转的时候 如果你晚上睡觉 风扇在你上面旋转 然后那一个旋转的声音 是有卡卡卡卡卡卡 这样子的声音 这个就是杀气 而你不知道为什么 你好像感觉上睡眠不好 为什么睡醒了第二天 脾气特别暴躁 为什么有这些问题呢 为什么好像感觉上运气不好 杀气啊 声音的杀气 杀人在无形之中 我告诉你 所以不要小看这一些杂音 OK 时钟的 风扇的 另外还要注意一点 我觉得冷气机的 你也要注意 Acon 有些Acon很潮的 OK 那个声音是很大声的 OK 这些都就是声杀 所以注意看一下 你家里面是不是有内声杀 影响到你自己的运气 影响到家里的磁场 导致磁场不稳定 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OK 现在的你们明白吗 听得懂吗 声音的杀气 所以不要以为杀气就是 对到人家的尖角 这些就是杀气 除了这个以外 其实还有包括无形的杀气 所以为什么要在课坛里面 跟你们讲 就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到这一些 那物质里面无形的杀气 你要自己处理 不需要放东西去化解 物质外面的 我们才建议放东西去化解 这一个问题 可以 有问题吗 我看一下你们的comments 你们的这些问题 可以理解 还有打汗声 就是另外一班睡觉的时候 打汗声 吵到你们 那也是杀气来的 那怎么办 找医生吧 看医生能够怎么处理 所以物内的声音杀 物内的声杀 自己处理 好好的处理掉它 一个物质 磁场稳定 不可以太吵的 另外一种 物内的自己制造的杀气的声音 就包括了 我觉得自己养鱼 鱼干的那个 那个filter或者是 打那个气的声音 也是其中一个声杀来的 还有就是流水瀑布 如果太急的瀑布的声音 那也是一种声杀来的 所以声音在物质里面 一定要是近一点的 不要高分费 不要太尖的声音 然后不要太吵的 不要反复一直打 打打打打打打 之类的 一直反复的也是杀气 制造了一种不好的磁场 然后你的脑电波 你的各种磁场 它跟它一直在变化 一直在变化 所以你无法静下来 导致到你第二天的运势也不好 所以它是有关系的 好的 声音杀 还有问题吗 明白 大家明白 明白的话 我们再来教你看另外一种杀气 今天不会教你太多 风水讲坛 我是以比较轻松发式 比较容易理解 不要一次过讲 全部杀气跟你讲完 我告诉你 你记不得的 OK 所以你没办法记得的 那么我们只可以讲 讲一些些 OK 让你们慢慢吸收 慢慢吸收 OK 可以啊 明白啊 小孩的吵闹声 其实也是其中一个声音杀 如果你工作很累 回到家 这样子来理解 那么你想要休息的一个时间段 然后小孩子在那里抢东西 哭啊 闹啊 这边那边 弄到来 你是不是觉得心情烦躁 然后你又很累 然后你又要喊 又要骂 又要处理 又要解决这些东西 这个就是制造了 生杀的其中一种 一种物质呢 人要平静 OK 要运气好 要什么东西 他需要一点点平静 虽然小孩子难免会有这些东西 但是 在一段时期 这个不是永久的 他可能就在那 一岁 或几个月 或在那个期间里面 可能你的运势 稍微跌了一点 所以你自己要平衡一下 OK 然后慢慢教要耐心的慢慢教 然后过掉了那个比较过度 比较辛苦 比较坏的年龄 然后过掉了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事情了 他又他又过掉了 他不像是如果你住在 住在工业区里面 每天就是听到那些工业的声音 啪啪啪啪啪啪 或者之类这样子的 上班的警笛声 放工的那些声音 之类 这类热的声音 各式各样的 他重复 每天都是这么忙碌 这样子的重复的 那种比较可怕一点 所以住的地方远离那种 屋内的我觉得还很容易处理 只是看你怎么处理罢了 好 明白 好的 OK 来我们先看下一个杀气 我们今天学几种杀气 不用学太多 我们来看也是这个 也是看不到的 无形的杀气 杀人于无形之中的 我们先看一些比较好 大家能够想象的 这些东西 你看我讲这些杀气的 有些人根本不把这种声音 当作一回事 其实这就是杀气 所以风水里面 你看多特别 多一种东西你们要注意的 好 来在风水学中 另外一种杀气 我们叫气味杀 OK 气味杀 就是臭臭的味道 不好的味道 那么我们一直认为 风水里面住宅的空气清新 是好风水的其中一个 基本条件 基本条件 一间物质 不要乱七八糟 不要像看材这样 OK 有个物质整齐干净 也是一个基本条件之一 不要一直想着 我只是摆柴位 摆柴位 你一直顾那个柴位 一直顾柴位 放水晶 放各式各样 可是你物质乱七八糟 你房间不像样 又有灰尘 又有臭味 OK 又有潮生 又有各样 全部杀气已经集中在那边了 你柴位摆得多好 有什么用 OK 你连最基本的 风水条件都不合格 所以基本风水条件一定要先合格 我讲的全部是给你们一些基本的 OK 那气味杀 另外一种杀气 是可能现代的我们居住的环境 它污染比较严重一点 然后附近可能也有一些污染的东西 包括空气上的污染 灰气等等的造成了气味杀 比如说我们住家附近会散发出来的一些很臭 很吃壁 一些腐乱的气味 比如说有花粪池 OK 一个花园都有一个花粪池 花粪池可能有一些臭味 或者附近有大水沟 一些臭水沟的位置 或者臭水沟的味道 或者是附近有一些石水 OK 一滩水 然后不流动的 或者路边有个坑 然后那里累积了水 水又很暗沾 久了就变味道 这个就是气味杀 或者附近有垃圾草 垃圾草大家都丢在垃圾草里面 然后没什么打理垃圾送走了 味道还在 这个也是气味杀 这些都是属于味道的东西 所以气味杀很容易理解 就是味道就对了 OK 就是我们气味杀 其实也有另外一个称号 叫污秽杀 污秽杀 OK 当然就是顾名思义 就是代表着污秽之地 所产生出来的杀气 污秽就是安山的意思 这样子的气味杀呢 通常是属于环境部卫生 潮湿 然后就有臭味 告诉你一定是滋生细菌的一个地方的 甚至呢 这些臭味也可能是有毒的气体所产生造成出来的 所以对我们人体的健康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那气味杀呢 它可怕的地方就是在于 我告诉你 在于气味味道的渗透力非常强 它会造成我们人们容易修到味道 其实会造成我们的呼吸系统影响到一些问题 甚至会导致你消化系统也会影响到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可能也会比较容易生病 这是气味杀的一种影响 对我们人们的影响 想想看你家附近 现在修修看你家附近有什么不好难闻的味道 家里面有没有什么难闻的味道 ok 那为啥呢去为啥 ok 通常呢分为 两种 一样分为两种 一种是外面 环境污染的 另外一种呢是物质里面跟声音杀是一样啊 你看 分两种一种外面你无法控制的 一种是物质里面的 你自己弄出来的 ok来我们来看外面的 环境污染的 是有通过环境传播 过来的能闻的一些气味 包括了环境污染的 这个 污水 污水道 可能就是龙沟 ok大龙沟 然后就是公共厕所 附近有公共厕所 然后你这味道一直飘过来那种 或者附近有垃圾 附近有化分子 然后最可怕的是附近有焚化炉 烧那些尸体的 那时不时修到这些味道化 然后或者是附近有臭 一条臭臭的河水流过 可是那河很臭 水沟流过 水沟是臭的 听清楚是臭的 它是味道来的 或者 也有可能附近有重工业生产的地方 然后有一些化学 化学 化工业或者是一些 那些企业上的污染 你住的这个物质 放了一个 那个就叫做气味 杀了 OK 所以居住的环境呢 如果你去看物质 去选物质的时候 或者你买物质说你要 跟发展商 了解一下你附近的环境 附近的环境 附近有什么东西 会造成味道臭味的 而臭味的东西有时候很难解决的 OK 所以选物质的时候 都要非常的小心 因为这是物外环境造成的 OK清楚 那另外一种呢 刚才讲另外一种气味杀呢 是从物质里面 室内 自己 家里面自己造成出来的 哪一种可能性呢 那比如说 刚刚好现在物质在进行专修的过程中 在这段时间里面专修嘛 可能难免会有一些臭味 OK 那个时候散发出来的 这个也是属于短期的 一阵子的气味杀 会影响到你的 或者是 如果你每天洗 每天的话 厨房垃圾没有倒 OK 没有倒 洗完了三天才倒 那个味道已经臭了 散发出来的臭味 这样子的话 物质的风水也是不好的 所以厨房里面 家里面有垃圾 一定要倒 不要留着垃圾散发出来的味道 那是气味杀 那另外一种呢 我比较常见的 我发现到很多人 可能又有这种问题 那就是房间没有收拾 没有打扫 睡船枕头被单 没有更换 散发出来的臭味 想想看自己家里 小孩子房间 有没有这个样子 这些呢 都是气味杀 都是气味杀 导致 这一个房间的人的 运气不好 所以 一定要收拾 一定要保持 室内清香 那另外一种现象呢 就是 我们有养狗 有养宠物 有养猫的 那可能他在家里面会 大便 小便 等等的 这些臭味 这些呢 也是气味杀 这些是我现在面临的问题 所以 我很勤劳 这几天 反正在家 一直 是training他上厕所 所以我们有养狗的 我们知道 他会在物质里面随便大小便 所以 你一定要好好的处理 马上处理 不要把它变成气味杀 变成另外一种杀气 影响到物质里面的风水了 OK 那另外一种可能性的呢 就是 有可能是来自 你就 没有做什么东西 但是物质里面就有一种奇怪的味道 人家来到你家会觉得 你家好像有一点 味道 那个味道有可能是什么呢 油气 你油气的整间物质 油气气料的味道 在墙壁上的味道 有时候散发不掉 他就一直保持在那里 那一个味道 也是属于气味杀 砖修 过后留下来的味道 也是属于气味杀 物质里面有些人很喜欢喷 杀虫剂 这里喷 哪里喷 全部放这些东西 这个也是气味杀 OK 那有些人的地板 喜欢用木制地板 然后木制散发出来 一种臭味 一直保持在那里 整个物质里面 一直有那个木的味道 然后不香的 不是香味 臭味之类 这样子 这个也是气味杀 OK 那也有可能 一些人喜欢在物质里面 抽烟 一直在房间里面 抽烟抽烟 所以你有发现到一些酒店房间 你开 很臭的烟味等等 这个也是气味杀 所以不要在 物质里面 抽烟 因为在那个味道 如果冷气吸进去的 它一直重复着那一个味道 这些都是不良有害的气味杀 OK 所以这样子的解析 你们可以理解吗 所以想想看家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怪怪的味道 这些 都是要注意影响风水的 现在我告诉你的是影响风水的东西 明白吗 可以理解吗 可以理解 OK 那去味杀跟刚才讲的声音杀是一样的属于比较难化解的一种杀气 因为 这些东西不是你看得到的 不是固定的 不是把一个屏风 把一个吉祥物在那边就可以挡着的 所以 这些味杀 他属于动态性质的 就流动性的 无形的 OK 没有得捕捉 无孔不入 对吗 味道通过空气 所以他的这个安占之气 通过空气 能够进入到物质的每个角落头 OK 所以 我们 在 我的建议里面 如果你的家真的是放了 微煞 气微煞 那么 应该要经常 如果是外面的关系 外面有时候会有臭味进来 那要经常把窗户 关着 关着 然后 里面 物质里面呢 就开空气净化机 来净化 频率的去更换 物质里面的气 然后让物质里面保持 整 那个味道 干净的 香的 然后能够的话 再加一些空气清新剂 在里面 家里呢 也可以种一些大叶子的植物 绿色的植物 比如说 铁树等等 来改善一下空气的这个质量 OK 那另外呢 那另外呢我们也 或许还可以使用香薰的方式来进行化解 那风水学里面我们认为 檀香 或者是艾草 这两个 挺好的 檀香或者是艾草 去找看一下 你们自己去找 檀香艾草两个都可以去除 汇气 如果你觉得 烧这些 我们可以选择在家里面摆放一些新鲜的花卉来进行化解 或者点燃一些精油等等 或者家里插一些花 一些鲜花可以帮助 家里的磁场 维持好的磁场 鲜花是不错的 比如说兰花香味很清郁 然后对于我们的人员帮助很好 所以在家里插一两盆花 是很好的 OK 所以我们通过这一些方式来化解味道的东西 所以他不需要挂东西 他的方法就是要把这个味道给解决掉 那就OK了 好 今天呢 现在你们学到两种萨 这就是无形的 看不到的 只有 只有声音的 只有味道的 对吗 这个叫无形煞 OK清楚 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种煞气 OK我看到你们的一些留言了 OK 来我们看另外一种煞气是眼睛看得到的 OK现在是有形煞 眼睛看得到 有形可见 有机可循的煞气 可以吗 你们跟得上 跟得上 香精油 香精油可以放的对 对 好 很好 大家都跟得上 我们慢慢在学习 一些有形煞 今天学几样不会太多 那你们大概了解一下 然后 知道了这些煞气过后 接下来我们做这个 我们我的这个风水直播间 就是跟你们分享的 这个live chat的时候你就会明白 你就会知道你自己家里面其实还要处理这一些东西 不只是单单看财位罢了 真的有很多东西都是要 去注意的 好的 接下来我们看的是有形煞 就是你看图片的 这一个 是不是 这个是煞气 露冲煞 这是比较容易 发现到的 很容易 大家都可以容易观察到的 一种煞气 比如周围的马路 建筑物 这些等等的位置 所以这些东西呢 有些时候 暗藏着一些风水的煞气 那我教你们看 跟大家介绍的第1种 比较常见的也很多人知道的 我们叫露冲煞 那我相信在线上的你们都知道露冲煞好不好呢 是好的风水还是不好的 谁要听到煞这个字 我告诉你 几乎都是不好的风水 所以露冲煞认这个字 然后下次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的家有一条道路是直冲着你的物质 过来的 就像图片这样子 所以你看到吗 一条道路之界冲到你家 冲到你家 这样子的话呢就叫做犯了你的物质本身就叫犯了风水煞 叫犯了入冲煞 可以理解吗 我们有一些学术字 或一些专业的字 所以 你们稍微大概理解一下 就这几个字很容易很容易记得很容易记得 那如果呢 如果家中 不是 大门对到这一个路 OK现在是讲入冲 如果大门对到入冲绝对就是入冲煞 如果不是大门对到入 他是对到 屋子里面其他的空间 可能对到你的房间的窗户 或者对到 墙壁 总而言之对到你的屋子 同样都是属于犯的入冲煞 可以理解吗 OK 所以简单说不管是哪个位置 对到我们的家 在我们的范围里面 都是属于不大好的 OK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 那个 你家里的门前 冲着一条马路过来 这样子对着你 一个T-junction 那你出个门开个车出去 其实都要特别小心 为什么呢 因为 三叉路口 车可能分分钟就会撞向你的门口了 所以自然会处于一种比较担心的那种心态 所以像这样子的屋子 住在里面的人通常都会 风水上的另外一种效应出来 那就是会导致 住在入冲煞的人常常会生病 或者是运气不好 甚至也会比较容易发生一些意外的事情 那 除了这个以外 他有很多不好的说法 也包括了可能造成家里人的 人气减少 就是代表着家里人口会越来越少 越住越少人 本来六个人住变四个人变三个人 到最后变两个人或者 到最后变孤孤单单的一个人 都有可能 那另外一个现象呢 所以放了入冲煞 我们风水穴里面很多不好的说法 包括了 这一个刚才讲的 也包括了家里人可能会经常吵架 感情不好 关心不好等等 兄弟兄弟姐妹之间关系也不好 夫妻之间关系也不好 健康又不好 运气又不好 又产生病 又可能会有意外等等 看起来哪一个好 没有一个好 是不是导致 住在屋子里面的人 人口会越来越少 感情不好 分开住 就出去了 然后健康不好 可能又有什么事情 住医院了等等的问题 所以 要一家人和和些些 要家人健康平安呢 我觉得买物质 你绝对 不要买入冲煞 不要买的来解决 他 那好累啊 不要去买一个问题 然后去解决一个问题 那我们能够 尽量 尽量 那如果买入冲煞呢 刚好不是对着你家大门 而是对着你家小孩子的房间的话呢 小孩子的窗口 代表着这个房间里面的孩子的身体健康 跟学习能力都比较不好 那如果对到主人房的话呢 代表着事业运气 事业的运势没有这么好 健康 健康也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 OK 入冲煞的影响程度呢 其实 还要看呢 入冲他有影响的程度的 有很凶的影响 或者是一点点的影响 我们要看的 他看是什么呢 怎样看呢 入冲上看的影响程度是看 这一条路冲过来的这一条路的宽度 宽度很重要 或者入两边有没有建筑物也是很重要 建筑是高的是低的 也是有关系的 教你们看 很简单看 就是 那一条冲过来的路 如果业载 的力量 路是小小条的 一条瘦瘦小小条路冲向你的家大门口 你的家大门对着这样子的路冲 越小条越窄的力量是越大的 OK 不是越宽的力量越大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如果像是一支针这样子 那针是不是越细 越细的针越右的针 杂人是越痛的呢 OK 所以越出的针 可能比较顿一点 杂人就没有这么痛了 所以这样子来理解 所以反而是细或者是尖的力量就集中 所以道理是一样的 路越窄 杀气就越集中 自然对我们这一间物质就没有这么好了 那如果呢 两边道路 这条路 两边的 这条路过来的是两边的物质 是属于很高的 越高的话 路冲的这个力量就会越大 越危险 OK 两边建筑物 比较高的话 这一条路 它就会形成一个气流 就会比较急 在这个路 所以自然气流急 就是一个不好的 杀气来的 然后对我们磁场 住在这些物质的磁场影响力自然就会变得越大 所以越不好 OK 如果道路比较宽一点 OK 这样子的话 反而 没有这么严重 OK 所以明白他的力量之分 所以你们要大概会看 以后你就会理解了 OK 我慢慢把我懂的一些知识 分享给你们 可以吗 可以 OK 那在风水学中 路冲上 其实 其实也是有 有分 也是有分 那 路冲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叫做枪杀 因为他像什么 像一只长枪 这样子直接 过来你的物质里面 OK 所以 在看风水的时候 对于我们来说 直冲到大门 直冲向着大门是最影响的 如果是向着其他的他有分强弱 就像刚才讲的 讲的强弱之分 所以向着其他的 还好 所以你一定要比较 这一个东西 如果真的勉强 你要的话呢 尽量 就是 门口 方式 要移一下 假如 你是 物质 没有办法的状况之下 你已经买了这物质 然后你的物质对着 入冲 入冲 如果对正大门 当然最好的方法要解决的就是把大门移掉 先移掉大门 改门是最好的方法 但是如果你真的真的不愿意去改门的话 那么我建议给你你可以装一些植物在前面或者一些树木 来遮挡着 然后你的大门口上面一定要挂一个八卦镜 而这一个八卦镜一定要吐面吐出来的八卦镜才行的 OK 化解一下 这个杀气 化解 不能够完全的 缓和下来 只是化解 那如果呢 是睡房 如果这一个入冲 是对着你的睡房 对着你的入台 对着你的窗口的话 那没有正从到大门的话 我们就可以同样也是挂八卦镜在对到的地方 然后再加挂一个黑药石的葫芦 来化解 那另外呢 再把窜帘布放下来 眼不见为镜 总是不要看到那个入就行了 明白吗 所以入冲杀的化解方法 OK还有他强弱之分 大概给你们知道一下 好的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杀气 一个一个杀气让你理解一下慢慢看 OK 另外一个杀气叫反勾杀 反勾 反勾杀来给你看一下 我看一下我的图片 OK 我们也叫做镰刀杀 因为他像一把镰刀 你看到注意到吗 这个弯弯的地方 这个弯弯 这是你的家 OK 这样子弯弯的地方 像不像一把镰刀割过来 也像不像一把钩 反勾的意思就是一个勾 这样打开来一个勾 是不是这样弧形的 那个形状 所以它是属于这样子的一个 意思 代表着你的屋子对着这一个马路 这一间屋子转弯的这个屋子就放了镰刀杀 或者反勾杀 然后除了屋子以外 你除了注意屋子以外 你还要注意那什么呢 道路 如果 如果这个屋子 如果你是住高楼大厦的 你要注意现在很多fly over 一些高速公路 有这样子转弯的地方 这个地方 杀过来这边 这一排的屋子就是中了 反勾杀 和中了镰刀杀 所以不是每一间他就是 某个位置对道的 这样子的 形状的 就是中的 所以我们 如果你家刚好是在这几间 这几间 中这个反勾杀的这几间的话 代表着 住在屋子里面的人 财运不稳定 很容易漏财 很容易破财 那财运 实好实不好 这样子的 甚至会有被人欺骗的现象 或者竞贼等等 除了钱财善的问题呢 亲人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好 因为像一把刀 这样子 割过来感情不好的 代表着家里的兄弟姐妹之间 很容易 产生一些矛盾 很爱吵架 然后代表另外一个 比较不好的象征 就代表 子孙比较忤逆 就是 子孙 比较不孝顺 就代表屋子里面的孩子 可能比较不孝顺 不孝顺父母 比较不尊重 长辈等等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问题呢 住在这样子的屋子 这一个屋子 或者是这间屋子 有对到这反工的 还有一个很不好的问题 就是住在屋子里面的人 比较多 桃花的问题 可能也放了桃花上 OK 那 反工上除了这些呢 也意味着住在家里面的人容易受到伤害 受到灾难 造成一些车祸 意外 身体损伤等等 血管之灾 严重的话 再严重 这把刀是很利的 搁在你家门口的话 更严重的话 甚至会有 意外事故 也有可能一些 严重的血管之灾 听起来好糟糕 所以买屋子 注意啊 不要对路虫 又不要反工上 又不要气味上 又不要声音上 这些东西 都是要注意的 这就是风水 所以要注意的东西 好多好多 告诉你们 那 反工上如果是 刚好反工上 这个是反工上 这个位置 注意看 只有这个圆的地方 这边不算 只有这边圆的位置 注意到这个屋子 如果刚好这边又有一个 尖尖高高的 电灯柱的话呢 如果刚好有一个 尖尖的东西在那边 或者是一个 尖塔 OK 一个尖塔在那一个 或者一个物体尖尖的 在这边的话 又堆到你家的话 这个我告诉你 凶善加凶 这个就好像是 一个 剑上面 一个悬上面 剑在悬善的那种感觉 那个 那个剑要射出来了 要射到你家去的 那种感觉 所以是 很凶的 所以 一定要避开 这种比较凶的 风水行煞 明白吗 所以很容易看到 一种是放到自己家 如果你有地的屋子 也可能会中 因为道路的关系 如果你是住高楼大厦的 你要注意 这一个 这个 高速公路的关系啊 这也是道路的问题 所以大家都要 尽量注意 但是 如果真的是 如果真的是家里 如果真的是你是住这边 或住这样子的屋子 没有办法教你一点点 化解的方法 能够稍微缓和 缓和一下他的杀气 当然就是 我们把东西反射回去 就是最好的东西就是挂八卦镜 OK 八卦镜 一样用吐面的 八卦镜有几种面 一种是平面的 吐面的 凹进去的 凹面的 所以你尽量拿吐面 吐出去 八卦镜大片一点 不要太小片 因为当堆到这种的时候 你的八卦镜要买大片一点的 然后挂在门上面 或挂在他堆到转弯 过来最圆的 最弧形的那个地方 挂在那边 把这个杀气全部反射回去 OK 然后堆到的那个地方相关的窗口 堆到那个半圆形的 镰刀堆到那地方 那一个窗口尽量扫开 尽量盖着 尽量扫开 OK 这个是 其中一些化解的方法 可以明白吗 可以 好的 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种杀气 所以今天都是教你们杀气 OK 大门 堆到电梯 这个是公寓 或者是政府祖屋 祖屋才会遇到的问题 普通我们家里 不会吧 不会遇到这种问题 因为 电梯的问题 电梯 那我们这个叫做 很多煞 开口煞 这其实的煞气是蛮多的 那 这个有些人就 我觉得有些人喜欢 住在电梯附近 有没有人这样子 像电梯有山上下 这样叮叮叮的声音 我告诉你 这又变成另外一种声音煞 所以不要住在电梯附近 很吵的 OK 那很多人 有些人 不是每个 有些人 喜欢住在电梯附近 是因为他觉得 一出电梯就可以看到家里 所以一种 一开门 一开 出电梯就到家了 很快到家的那种感觉 对 当然 对于赶时间的时候 或者是 买很多东西的时候 一出电梯 就是回家 当然是比较方便 但是在风水煞呢 家里 大门口 大门口 不要 旁边太靠近 不要 是因为 怕那个声音煞 大门口呢 因为他 犯了很多煞 犯了三种煞 大门口 对到电梯 这是一个 也是不好的 风水 等于 同时 犯三个煞 一个煞是 剪刀煞 一个煞是开口煞 一个煞是门冲煞 这三个煞 所以同时犯了 所以代表着 这一个真正对到的物质里面的人 比较容易有血管之灾 破财呀 生病啊 等等的问题 OK 所以这三种煞呢 不难理解的 我一个一个跟你们解释 你们就能够明白 很容易的 首先我们来看剪刀煞 那你看什么是剪刀煞 剪刀煞 所以你看 如果是大门堆到电梯 你直接放三个煞 够力 OK 大门堆到电梯 第一个是剪刀煞 剪刀煞呢 就是因为 电梯门口 开开关关 开开关关 就像一把剪刀一样 不停的开合开合 这些呢 是属于凶器 磁场呢 会对 正对在 那一个门 对面的物质的人 造成健康上的一个很严重的影响 所以身体上 比较多疾病 住在物质里面的人 更严重的话 会有开刀动手术 甚至有意外 血管之灾等等 OK 所以一个物质本来就 应该是 剧气 养生的一个地方 所以大门口是 纳气 受气的一个地方 所以大门口对着电梯 那电梯就像一个人的一个嘴巴 对吗 大门走对电梯就像一个嘴巴 这样子 嘴巴像不像一个人开口 开口 这样子 所以开口煞 会把什么呢 会把你本来物质属于物质里面好的一些旺气给系走 所以就是内气 外泄 变成 露财的现象 这是第二种煞 我们叫开口煞 那 长期住在开口煞的人就是 当然就是破财 漏财 收入 比较少 开支比较多 所以慢慢就 情况就越来越严重了 所以 不要这样子 另外一种煞 刚才讲门冲煞 就是图片里面写给你的 画给你的 门冲煞 门冲煞这个就很容易理解了 门对门 我们就讲门对门都是属于门冲煞 当然门对到 电梯的门的门冲煞是属于严重的 是非常不好的 这样子的话门冲煞代表着人际关系不和谐 很容易吵架 所以住在这个物质里面的人通常比较容易跟别人发生冲突 跟邻居的关系不好 甚至跟家里人夫妻关系也不好 跟住在屋子里面的亲人的关系也不好 所以这个气场干扰了大家的这个情绪 所以会产生一些 负面的情绪出来自然家人的关系 就是因为犯了这个门冲煞 而变得不好的 OK 久了自然你就会影响到你的人际关系 所以 大门口堆到电梯 你看煞气 犯了三个 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好的 所以能够的话 你一定要避开这样子的屋子 所以在你买屋子的时候 你去看屋子的时候很容易看的 平面图一打开你就知道电梯在哪里 你就不要正对的 哪一个屋子 明白 OK 好 可以理解 这种杀趣很容易理解 你看我放一些图片给你 然后在这样子讲解就很容易理解了 明白 那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种杀趣 OK这个也是 最近里面我们的live chat里面很多粉丝 问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特地准备了这个 我们 我们每个人做做人做事 带人处事都是要想求圆滑 这样子关系才会和谐对吗 这一点跟风水其实是很 有一点关系 有点像的 所以尖锐的东西就代表着尖尖的 东西代表着有攻击性的不圆滑的 就会产生不和谐或产生杀趣 所以如果你家的大门口 注意大门口 大门口刚好对到一个尖锐的尖角的东西 尖尖的东西 尖角杀 对到尖角的一个物品物体或者是尖角的别人物质的尖角 大杀的尖角 尖尖的东西 或者墙角雾角等等三角形的东西 尖形的建筑物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犯的尖角杀 或者角杀 OK 但是我们不可以一概而论 你还要看他严重性是否正对到 还是像刚才我们看的一个 一个视频里面 就是 Live Chat里面 他是 他是在楼下楼下 那东西在楼上基本上就对不到的 还要看他对到的位置 也不可以一概而论的 那一间物质的大门口 我们先从大门口来说 大门口是整间物质的 纳气 的一个地方 第一关 OK 如果大门口有尖角杀的话 你家大门口对到一个尖角 就是一开门看到别人的尖角 一直对着 冲着你的屋子来 代表着你的家运 运势会慢慢的下跌 OK 所以也代表着你住在这间屋子的人 对着尖角很容易发生口角 是非 然后再来对着尖角的话 也有可能发生一些意外事故 伤亡 等等的事情 OK 所以明白哈 那尖角 这样子一个角 尖尖的东西在五行里面 它是属火的 火元素来的 所以火 行煞的东西 对着家 对着自己家里面去 代表着什么呢 代表着会造成家里的人员 家庭成员脾气暴躁 火气比较大 家人很喜欢吵架 夫妻感情不好 家庭成员也不和睦 更严重的呢 就是 经常会吵闹 当然 就会 人口 就会越来越少了 这个就是 对到尖角杀的 另外一种 不好的因素 那么如果是在城市里面 在 办公室里面 或三叶上 高楼大厦 等等 如果是你的办公室 正对着 正对到 犯了尖角杀 你从办公室里面看到外面窗口 外面出去 刚好尖角杀对着老板的办公室 他可以告诉你 这样子的话呢 这一个老板很容易的 官非 很容易的 是非 做东西很不顺利 OK 所以 尖角杀 对到都不好 如果是 如果是员工的房间 或员工 open office 员工 open office的窗口 落地窗那里 对到一个尖角杀 对过来的话呢 都会造成什么 会造成 这一个空间 这个公司的员工 流 流动量 很大 然后大家 不齐心的 OK 也代表着 这一个公司 留不住员工 或者员工们 做东西都很不顺利 很多 甚至也很容易生病 做事情 做事情阻碍 很多 所以在这种状况 像这样子的环境 员工怎么能够更好的投入 在工作里面呢 所以自然的呢 就影响着老板的生意了 所以 员工的关系又不好 事事非非又多 人际关系又不好 然后 生意又不好 所以这就是 尖角杀 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 我相信线上的你们很多人都知道尖角杀 他们都会有一个直觉感觉就是 我家好像堆到的尖角 我的公司 门口打开 这个好像堆到那个好像堆到 所以我们对尖角杀就会 有一点点这样子的 很多人都应该会懂 那么 我觉得 化解的方法要跟你们讲一下 第一种呢 在堆到尖角杀的前面 前面堆到那个尖角杀过来的 在这个位置你种一棵植物 你看到的位置 小心抓位置 种一棵比较叶子比较多的 比较浓密的植物 来挡住这个尖角的杀起 那另外一种呢 第二种方法 就是如果堆到大门的话 当然大门一位 我的建议都是大门一位 要不然的话呢 要不然同样种植物在前面 如果是堆到窗口的话 OK 你直线看到来的地方 包括在大门上 我们还是要挂一个八卦镜 突面的把反射回去 窗口还容易解决 就是除了挂八卦镜以外 然后把 这个 窗帘布拉下来 尽量不要看到 就行了 OK 化解 这些风水杀气 有时候 不能够100%化解 他只是减弱 这一种杀气 这样子的做法罢了 明白 所以在买物质 选东西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啊 你不要 选了问题 然后再来解决而不是每样东西都能够有效的解决的 而且这些方法都很简单的 我不要给你们太复杂 太难的 一些方法 当然也有一些 比较 比较特别的方法 那些比较 比较难去解决的 OK我教大家比较容易的风水 然后也顺便让你认识一下 这一些杀气 然后不要什么都不懂 不要说 这个没有杀 那个没有杀 所以在你买物质进行 买东西的时候 尤其是买新的物质 选地方的时候 注意这些细节 这些杀气的东西 因为杀气的东西就是 会影响到住在屋子里面 接下来的运气 家人的关系 健康 财运 等等的东西 所以这些都是有影响的 OK 所以今天的 这个直播 我相信 你们学到吗 理解到 OK当你理解了这一个 今天晚上我们再来做这个 我们的 这个叫 Chat Room 就是我们的Live Chat 今天晚上我们再来 风水直播间 OK 对吗 我好像取了个名字 OK今天晚上我们在线上的时候呢 你就顺便也看一下自己家里面犯了什么杀 OK 然后说得出这些名字呢 就算你厉害 所以他有几个专业名词罢了不多 所以大家学上来每一次直播里面风水讲谈 我教你几种杀气 让你慢慢的理解不好的东西 不好的我们就逼 不好的就逼 不好的就化解 这样子的方法 OK 所以大家希望你们学得到也能够理解 那今天的风水讲谈 我就跟你们讲到这里了 今天晚上我们大概是 九点到九点半左右 这个时间 我们开始 晚上的 晚上的Live Chat 今天晚上 所以如果你要上线跟我一起聊天的话 或者询问风水的 问题的话 今天晚上 我尽量在九点 尽量早一点 这样大家 不会太累 我尽量在九点 OK 然后我们才来 我才来帮你看家里的这些问题 OK 准备好你的问题 今天晚上我们在线上再见 所以现在的直播就分享给你们到这里 希望大家学到风水杀气 然后慢慢的认识风水了解风水 了解在屋 你屋子是作为对你的一个影响 然后 慢慢爱上风水 OK 就这样子了 谢谢你们的收看 OK 拜拜 拜拜